关西服务所罗班长在寒流来袭的清晨 送便当给七巡老妇人的扇刑 获得报章媒体的关注 而当我们实地走访阿婆住处 看到她热切地与罗班长话家长 聊着生活起居 两人的互动其实就像是多年的好邻居 顺便来关心一下 生活状况 很关心 很关心 这些人会不会很想念她 大催修我们是 舍不得 没有办法了 糟糕了 没有到原作了 还很久 请愿我已经请走了 还有两个多了 这么那么好 很少 台电服务24小时不打烊 遍及全国各地 无论山上海边或是偏远地区 都能看到台电服务所的影子 如同地方上的好邻居 除照顾每一条供电线路 提供优质稳定的电力服务外 服务所同仁也关心用户的日常生活 就像个地下村长一般 守之地方上的大小事 在地里有突发事故那些 马上就叫得到 而且大家待四五年 这个线路那些各方面 线路方面有时候 你一搜哪里才知道 在地方上待一段时间的话 村里长那些 民意代表认识的话 可以透过它去和民众协商沟通 发展那些新政策健康那些的主力 身为关系在地人 阿斌告诉我们 服务所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紧密相处在一起 而在自己家乡服务 也让他有了归属感 所长跟班长就像自己的 长辈 甚至每天都接触 几乎每天接触 有他们在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一定会有 传承是台电公司面临的重大课题 服务所该如何用人在地化 继续扮演地方上的好邻居 也考验着台电主管的智慧 第一线面对民众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看到关系阿婆真切的笑脸 似乎一切都是值得了 林家会章志荣 新竹关系报导 林家会章志荣 新竹关系报导